3月6日,马来西亚沙拉越州交通部部长李景盛一行来华,对中车、株洲所、氢能源、制轨列车及生产线进行实地考察。 据小编了解,他们采购的中车、株洲所、氢能源、制轨列车已完成样车生产,即将出口马来西亚。 在中车制轨生产基地,李景盛一行试乘了氢能源制轨列车样车,并对车辆运行情况进行考察。 他表示,株洲在公共交通、在技术方面,尤其是在数字方面很发达。 作为制轨首批出海目的地,马来西亚为何受到青睐?为什么说眼下是制轨走出去的大好时机?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厂中抽斯波简,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去年7月,马来西亚古近市的两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经过国际招标,确定选用中车诸州所自主研制的制轨电车。 这两条线合计里程52公里,签订制轨列车达38列。 考虑到马来西亚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全年高温多雨,中车诸州所对中标制轨列车结构设计和材料工艺进行进一步的优化。 中车制轨具备基础设施投资小,建设周期短,调度灵活等特点,将为古近市提供高效、经济、节能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解决方案。 也为当地居民带来了更加高效、便捷、环保的新型出行方式。 作为该笔订单生产制造地的宜宾,是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之一,具备制轨交通管理运营成功经验。 马来西亚沙捞越州交通部部长李景盛一行来仪,行程安排得很紧凑。 座谈交流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对宜宾制轨产业发展有了更深入了解。 试乘制轨T1线,便捷、平稳、舒适、安全的乘坐体验,给人以深刻印象。 参观制轨宜宾产线,一道道严苛工序,一项项专业检测,一次次模拟演练,制轨从这里驶向世界。 一行人在宜宾三江新区对制轨的生产、运营、产业情况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根据项目的计划,第一批制轨车预计将于明年七八月运到马来西亚,而马来西亚作为制轨出海的目的地之一也是有迹可循。 宜宾市轨道交通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中提到的一个关键词,一带一路指明了方向。 马来西亚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双方在基础设施、经济合作等多领域开展了深入合作。 日前,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公布的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是马来西亚最大外贸来源地。 据中方统计,2022年中马双边贸易额为2036亿美元,同比增长15.3%,中国连续14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 所以说,制轨开到马来西亚是城市而上顺势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都是未来值得开拓的广阔市场。 四川省中车铁头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庆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未来公司将立足宜宾辐射西南把握一带一路机遇,让宜宾制轨走向更多城市和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古镜作为马来西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有水上之都的美誉, 独特原生态风景和浓郁多民族文化风情别具一格。 制轨落地马来西亚之后,对于提升制轨的国际形象, 打造成为海外示范项目有着重要推动作用,进一步加速推进出海进程。 既然能做到出口,说明国内的发展更成熟,那么和传统的轻轨列车相比, 轻能源制轨都有哪些优势和独特的设计呢? 一,动力更足,跑得更远,更加节能。 中车铁头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订购的制轨创新采用了70兆帕轻能源电池, 续航能力超过了240公里,还有加轻时间短等优势, 这个改变更符合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需求,为全球提供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模型。 二,载客能力强,运力不容小觑,采用标准的三节编组时,列车可载客超300人, 单节车厢的运力和公交车不相上下。 另外,制轨还可以根据客流变化调节运力,增至五节编组时,载客可超500人。 三,运营经验丰富,完善全周期服务。 在三江新区,制轨的运营场景已经十分成熟。 2019年12月,全球制轨第一条商业运营线路宜宾制轨T1线正式投入运营。 据悉,截至目前,T1示范线总运营里程达21.4公里,年均载客超400万人次,列车正点率达到98.09%。 当前,宜宾还规划了6条制轨线路,全长156公里,其中T2线、T4线将在今年内建成投用。 在助力达成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宜宾制轨下了一招先手棋。 今年1月,中车铁头公司获得PAS2060碳中和认证证书,成为全球首家制轨零碳工厂。 中车铁头公司制造中心运营安环部部长婉嘉明表示, 公司为制轨生产制造环节碳中和提供可借鉴样本,并为市场带来了整车加零碳的全新解决方案。 未来将在零碳上持续发力,助力产业链构成可持续的生态系统,为交通减排限测限力。 以双碳目标为引领,乘着交通领域节能减排的东风,在一带一路的巨大机遇下, 制轨凭借过硬实力成功出海,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亮眼名片, 为全球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公共交通建设和绿色新能源领域合作开启丰富可能。 不难预见,移宾制轨开到马来西亚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还会有更多国家和地区将制轨作为公共交通领域绿色雏形的优质代表。 通过小编前面的铺垫,可能有些观众不免产生疑惑, 这个类似于火车又不像火车的列车是怎么做到不用铁轨就能悬浮在空中行驶的? 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小编需要声明一点, 轻能制轨是一种进步,但目前国内还是以电力驱动居多, 除了驱动员不同,二者本质上并无太大区别。 制轨列车全名叫做智能轨道快运系统, 是由中车诸州所研制的全新交通工具, 设计最高时速为70公里, 主要是为了解决没有地铁的大中城市出行难的问题。 我们要知道地铁并不是随随变面就可以建造的, 必须要满足四大条件才可以修建地铁。 这么一来,就有可能出现人口总数远远超过规划条件, 但是其他条件无法满足的城市, 而这些城市就会面临出行难,交通拥挤的问题, 于是制轨列车就应运而生了。 其实它虽然看着无轨,实际上还是有轨道的, 它是采用虚拟轨道跟踪控制技术, 根据车载传感器识别路面的虚拟轨道线路,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地面交通线。 通过主动安全控制,车载信号控制,机器视觉等系统, 对行驶的列车进行电子约束, 精准控制列车按照轨道行驶, 从而实现在虚拟轨道下的智能运行。 那这个看起来就像是地面版的无轨地铁, 有什么厉害之处呢? 虽然二者看起来很像, 但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异, 首先就是制轨的造价很低, 它采用胶轮承载代替了传统的钢轨, 不需要额外铺设轨道, 所以不需要破坏路面, 更不会影响正常的交通通行。 据小编了解, 中国地铁造价约为4-7亿元每公里, 现代有轨电车线路造价约为1.5-2亿元每公里, 而制轨仅需要4000万左右, 大大节省了建造成本。 其次就是节能环保, 制轨列车是借助于电力运行的, 既可以使用无处网的快速智能充电供电技术, 自行管理、能源、消耗和运行效率, 还可以使用快充、 钛酸、锂电池进行供电, 快速充电供电技术不仅能对电能质量进行监测, 还能避开电能质量风险, 可以做到充电10分钟满载续航25公里, 真正做到了零排放无污染。 最后就是调节客运能力了, 虽然制轨是在地面上行驶, 但是和普通公交还是有区别的, 在平时的上下班高峰期, 我们会发现公交不仅行驶速度慢, 而且经常会人挤人, 但是制轨列车具有城市交通大数据集成系统, 可以根据客流变化调节客运能力, 像高铁一样进行编组, 当遇到高峰期时, 可以多节车厢进行编组, 增加载客量。 另外,制轨列车还具有地面通信信号系统, 当列车快要到达红绿灯路口时, 会向红绿灯基站提出优先口令, 红灯会立马遍绿灯, 保障列车优先通行, 并且保证列车的运行速度, 这样看来制轨列车真的是非常经济实用了。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觉得制轨列车值得推广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